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沙 本期录像的主题是忠诚 看到没,只有三个啊 所以说我基本上没得选择 也没办法,他们审核那边的话也是按照需求来的 就是说每一周可能只用这么多忠诚 那就只有这么多,基本上很少有充足啊 那就悲剧,那就他们发啥,我放啥 我没得选择 所以说关于录像问题都不要问我啊 我不负责任了啊 这是关羽和二章 那么这个地方可以无脑不正 因为你可以跳出来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直剑 那么铁锁的话选择了重铸也还好 得这个八卦给自己啊 主公的话那么多牌是吧 第一轮那么多牌 铁主位已经有一个中层了 所以主公面临被推的可能性很低啊 反而你更容易被推啊 那么小娘子的话应该说在中会局是非常偏反的啊 当然偏反不代表他是反 因为毕竟这个将过于强啊 所以说当忠诚也是没有问题的 偏反就是克主公那个牌多嘛 那么这个地方小娘子跳了一个反阶 选择了给王毅露牌 但这个地方咱们扫描全场啊 从刘表开始 所有人都是中内面啊 所以说布电视他这个地方说了一句神级的话 找不到一个像反贼的 我好像也没找到啊 都是中内 那么远位的观音频 强势跳中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远位的流氓到底跳不跳中 远位的流氓是反贼啊 神游也是很中一点啊 别人对他的印象就是蓝蓝万剑 你说中会喜欢蓝蓝万剑吗 喜欢 中会怕蓝蓝万剑吧 不怕 所以说他偏中 他这个地方是动了一下巴克尾 相当于是没动 没跳就是没跳啊 我一般是遵循这个原则 没跳就是不标 因为到时候再标也不迟嘛 你心里记住他干了啥事就行了 这个牌的话应该说 还貌似咱们是开局有五胜啊 那么这么多杀的话 还是挺犀利的 卖了一个假取真机 那么咱们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牌的话可以考虑去推步练师啊 可以考虑真机落神 或者是五胜 或者是完杀 刚刚卖到的完杀 他这个地方选择了完杀 那么五胜的话确实没啥用啊 这全部都是这个 本来都是杀 所以说选择了完杀 但如果真机的话 其实真机平均摸牌 就是比别人多摸一张啊 那么这一张是杀的几率 摸到的话是杀的几率 还是比普通的比一般要高一点 所以说你真机的话 最多摸一张杀啊 所以说还是玩杀给你一点 很痛 这个小妞的话也是强势打出了输出 还不错 咱们这个火持这个地方呀 是很稀密的啊 他几个化身我看都不错 五胜跟那个二张都不错的 这个地方又来个孙权 那我觉得刘表肯定又差不多了 赶紧赶紧都捡起来 哪怕是再废的牌都捡起来 哇塞 这群又强势跳钟啊 那就使劲的开呗 南蛮万键随意开 哥哥表示毫无压力 你开再多 哥哥的 开得越多 哥哥越喜欢 是吧 当然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左持开局化身武胜 不要以为关羽是标峰的武将 就觉得怎么怎么样 事实上 武胜对于左持的意义非常大 是一个非常好的化身 真的是这样的啊 但是单武胜的话 可能在军阵场跟不上节奏啊 但是左持的武胜 那绝对是好东西啊 他这个地方就直接亮出了武胜来清场 这个王爷的话 处一下他的牌 两个都是桃的话 咱们还可以再需要两刀啊 直接砍 武师的砍就行了 这个地方 他没有卖手 一台这一场流氓一个白银 这个地方继续砍两刀 流氓就已经死了 这个地方还能砍两刀 流氓手上他们加起来也没有一个桃啊 所以说是不知道为什么停止了 没底啊 这一轮运气好的话 就可以把寻忧也顺便打残 流氓是必死无疑啊 两个派出品 两个副一码 这个地方他选择了二章 我记得他有个孙权呢 可以考虑一辆孙权 大之痕一般淡 这个地方帷幕也没有挡住 我觉得挺悲剧的 姜维也是一个不错的画神 但是估计这一步人不知道 这其他的画神挺挺逆的啊 大勇若切 大剧如 这个地方自痕 对 自痕一定要自痕 你自痕这么多牌 你留一个火杀 也还可以啊 万一断杀了你 反正这个地方 敌人一线嘛 能搞死人再说 因为打死内奸又不摸牌 所以就先自痕了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地方 看主攻会不会被推 这个时候主攻别醒 不行 的话怂一点 摸牌 对 然后再过牌 也是过四章 很有血 还是可以的 先让你 来 大之痕 对 一个都不要留啊 减一加一都是没有意义的啊 这个时候肯定是大之痕 桃子only 然后就是一些锦囊 桃子加锦囊 比如说来一些锦囊破坏流氓的手牌 破坏流氓的武器 都是可以的 这个地方可以考虑继续大之痕 这还出了小胖子 好吧 没有机会自痕了 然后 这是犀利祖宗配合搞定全场 但是不知道钟晨是谁 孙权 哎 小胖 哎 那孙权我们来选 也可以啊 就选孙权 在这个选将列表里面只有孙权啊 这个小胖局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远位的 姜维 诸葛克 然后二张 二张是中反都是需要关注的 因为当反贼的话有点难受 当忠诚的话 可以期待一下 毕竟可以解决主攻多弃一张牌的问题 他主攻是盲放权了远位的姜维 你还可以 你还可以 我没动 哎 铁锁怎么能直接丢啊 哦 我知道了 他这个地方要新武这个黑牌 所以说 黑牌他就不能用 就把铁锁给丢了 这次为了技能有时候要要有代价 这地方又是挑衅一下 貂蝉是强势跳出了一个大反贼 那么他决斗这个地方 好牛善一张杀 还不如好孙权一张杀 因为他决斗谁都是一杂脚 他甚至可以怂一点 决斗下一轮再用 毕竟是核心的武将 为什么要 拿自己一个桃去换敌人一张杀呢 刘善是明杀啊 二张固贞的明杀 且不说 二张固贞的一个明杀 刘善弃杀放权 手上就是有杀啊 搞他 斧子扎他 要扎的话 其实二张挺伤的啊 那么二张是忠诚的话 这地方要好打一点 毕竟刘善不怕了 可以该放权就无脑放权都行 哪怕你无脑放权 孙权 赶紧赶紧生权 一戒 谁 容我三思 他这个地方是连弩负一在手 要去推那个曹冲 这个地方大桥有琉尼啊 你是推不了的啊 诸葛克斯有八卦奥财尔 你也推不了啊 所以说只能去推曹冲 但如果大小桥的话 他是没有获得星舞 就是一个白板的话 你也可以去推大小桥啊 那你杀比较多的时候 因为 推曹冲多少人家还可以撑像嘛 推大小桥就 谁容易就推谁 这个地方还有一回合 他是连弩就去掉了 你还可以 这时候两大忠诚围着主攻啊 打稳 要连弩做什么 我就恢复 全部制衡找恢复 或者说是 其他的牌下一回合进攻 连弩的话又能干啥呢 是吧 拥了就扔了 这个地方肯定不跟他拼 这一下子 冠死苦 砸一张杀伞出去 二张很富有的样子 这个地方 我用一下貂蝉 就这牌还把斧子把杀杂出去 没有杀就不要给我毒 你就把杀牛子 然后挑衅你就杀一下姜维 你压姜维一血干啥呢 我一会拿我那个 怪师傅那个杀去 跟斧子配合斧子去压貂蝉 你血不好吗 这冰现在有天香啊 证明 折批陈鼠 那么前几回合啊 咱们是怒扔了很多 那个那个叫什么 桃子啊 然后有不振 还好 现在的话 好像桃子突然没有了 感觉有点空虚感觉 那么二张这回合就起 应该是压力不大 但是我估计二张也没有多少桃了 最多就还有两个而已 看这个地方把斧子调掉了 调手拍 这也是反叠啊 那么他们远位有一个反有一个泪啊 基本上好像看不出来 全反叠 才智随有一切 清凡圣剑 总归了爱情 他这个地方是由于二张这回合 有很多的牌啊 那二张先凳起来 是可以的 就这样啊 不说可以的 搞死了吗 搞死了吗 基本上死了 二张搞不死 咱们还有孙权 一刀解决 然后来个大制衡 一如反响 无中开出来 哇 俩蓝蛮了 这地方给二张扔出去 他刚才的制衡 他是留下了蓝蛮啊 没有舍得什么其他的牌 如果你要留的话 留一个无限 是可以的啊 但是杀伞就不要留了 一个都不留 你会重新洗出来的 这个地方激将啊 如果姜维首餐的话自己杀 也是可能的啊 所以说是激将来下 看到杀谁也只能杀姜维啊 因为大小乔有牛尼 那边有八卦加那个 那咱们现在就试试挑软的捏 就把姜维给打下去 就算姜维是内奸的话 我靠 这个闪电被雷了 要不然的话要方便很多 就算姜维是内奸的话 咱们这边也是很强势的啊 两大忠诚在旁边 保着主攻 但是这个孙权一下子少了3滴血 感觉还是不爽啊 猜一下嘛 喝喝喝喝喝喝了吧 你如果把那个姜维的南蛮 杀给拆掉的话 姜维现在就死了 我得省个拆 等下一会可能要去拆武器啊 或者是直接扔给二张 他也是没扔给二张 也没拆武器 好吧 下回来再拆吧 这地方你小心诸葛克 诸葛克不过还好 他的武器比较短 即使砸的话 也是最多把二张给砸死 给孙权 多亏了爱情 一拆一借刀 空了以后就杀一刀 咱们下回合再接着杀 这地方直接给二张弃牌了 还要死了 我还以为下回合要再杀一刀 然后直接再制衡 连续制衡两次挺爽的啊 并且有二张在手牌多少可以比正常情况要多一点 本来四血孙权跟五血孙权的强度会一样啊 虽说在那个孙权举小胖子当中可以啊 毕竟武老放权孙权没有问题 然后在小胖子组孙权当中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还是觉得孙权组小胖子中要给力一点啊 小胖子组孙权中没有孙权组小胖子中给力啊 毕竟孙权有时候五血分四血不一样 然后是巡忧中十二七尺 驻小胖子组破 哎呀不能再练了 再练的话终反都出来了啊 小胖子组没有问题 巡忧呢 哇 有福皇后不选 选巡忧啊 这测试服的屌丝 测试服啊 因为我知道福皇后现在应该还没有上线 还没有登陆正式服啊 不是还没有上线 哇 那这个地方 它铁锁的话看能不能忙联啊 不是忙了那个张河跟春华 这个地方先把该用力用了 找死不做事就不会死 你说这个地方你先挂帐巴干啥呢 你居然决斗你就去决斗春华呗 然后你吃了桃子帐不就可以齐车了吗 结果搞成这样了 想给自己壮感 结果春华表示 姐姐有啥就跟你拼 跟你挂不挂张巴 没有任何关系 靠说着说着 不知道仙人跳的什么 也不知道水射二张跳的是什么 那么 左侧是跳了一个伞贼 好合理强势跳钟 那么就是二张跳法 因为他偷了二张啊 咱们先这样标着 错了再改 二张居然固阵 这么好的台啊 这地方搞一下左侧 看能不能推得动 这个地方觉醒还搞不了 觉醒不了 但如果有一张杀的话 可以考虑送孙策觉醒啊 但是没有 那么咱们就是再开一个蓝蛮 如果有一个杀的话 就是杀一刀孙策 然后再开蓝蛮 来了 那就是暴露了孙策是忠诚 内奸吧 应该 要么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哎 对啊 还有放权 哎呦 雷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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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小胖子局 其实寻 寻忧是非常爽的呀 挺好的 寻忧真的挺好的 主公嘛 就需要这种暴力输出忠诚啊 你说这寻忧的输出多大呀 那么孙策也是成功于觉醒了 把二张给搞死搞残了 但是这个地方有双买啊 香香跟那个佐持是可以很快的恢复过来的啊 这地方睡一下二张 他跟二张都买了 佐持一个清白 这抽风抽的也还好 他害怕春华出意外啊 但是即使春华出意外 也应该是在放权回合 张合是肯定搞死春华的啊 那么咱们这个地方有机会 赶紧放权寻忧 输出两次佐持 哎 这个时候怎么能放权合你啊 合你能打打佐持一刀吗 偷两张牌也打不了佐持一刀呀 你看如果刚才放权的是寻忧 好拜拜 但是小胖子有一点受不了了啊 没觉醒 然后血线比较低 这个时候把它拆掉是可以的啊 你说虽说张合可以挪 但是张合要挪的话就意味着 就意味着香香已经行动过了 那香香的行动是可以搞死主天啊 再加上孙策应该是内奸啊 我们不是内奸 合你不向内奸 这样搞是可以的 你有本事再来一个 可以啊 第一个都搞了 第二个都搞了 好先把子宫给恢复过来 孙策要是内奸你就砍寻忧一刀啊 没有人说你 你直接砍 这个地方香香可能卡了 应该不是说 不是说不知道杀佐持配合的问题 肯定是卡了 就算是再也不配合 乐不至于说 哦 哦 又在怕合你啊 好吧 因为怕合你的话 你就还是拉扬吧 确实也没有给香香衣补清啊 他这地方补一刀春华 跳一个泪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也不一定知道 打的挺重的 毕竟荀忧也是腹牛内奸 这个地方香香又被救起 搭带了一张沙 如果合理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一张沙的话 可以偷这儿啊 但是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 好 咱们现在是可以打到佐持了 放权这里啊 也还可以 放权佐持的话 最起码把他给搞光了 咱们是一杀 他不行的话 打个决斗出去 这时候放奶奶滑不来了 香香跟春华都不怕打 这个时候肯定是帮闪折啊 没有问题 9 9 3 闪 万剑齐发 无限可击 这先九杀 又放万剑 各种犀利啊 冰凉寸断 不过咱们这个武器有点短 但是咱不行的话就砸绝斗了 肯定要把香香给搞死搞残了 砸绝斗 算不一致 骑着在此 谁与争锋 哎哟 这俩桃子有点亮啊 那么现在的话中内基本上顶不住了啊 这个张盒又是打到后期就比较猛啊 前期你可能觉得他磨磨叽叽的 但是如果他真的活到后期了 那就不是磨磨叽叽那么简单了 就是细腻捉摸 只可惜啊 现在决斗杂孙策是有困难的啊 偷牌再说 这个时候你不需要桃园了吧 使用放桃园总感觉很粗口的样子 神明洞就万念 可以 基本上死了 咱们还可以再A一次 靠你主公你叛八卦啊 你为国算不一策 总能如此对我 我完了啊 完了就完了吧 现在录像很不爽啊 没得选 有时候你按长胆搭配一下也可以啊 结果就只有三个 你来搭配试试看 结果搞成这样了 想给自己壮胆 结果春华表示 姐姐有啥就跟你拼 跟你挂不挂装疤 没有任何关系 靠说着说着 不知道仙人跳的什么 也不知道顺侧二章跳的是什么 那么左侧是跳了一个闪贼 好 合理强势跳钟 那么就是二章跳法 因为他偷了二章啊 咱们先这样标着 错了再改 二章居然不顾正 这么好的台啊 这里方 搞一下左侧啊 看能不能推得动 这个地方觉醒还搞不了 觉醒不了 但如果有一张杀的话 可以考虑送孙侧觉醒啊 但是没有 咱们就是再开一个蓝蛮 如果有一个杀的话 就是杀一刀孙侧 然后再开蓝蛮 来啦 那就是暴露了孙侧是忠诚啊 内奸吧应该 要么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诶 对啊还有放权 诶 诶 那么在小胖子局其实寻 寻忧是非常爽的呀 挺好的 寻忧真的挺好的 主公嘛 就需要这种暴力输出忠诚啊 你说这虚优的输出多大呀 那么孙侧也是成功于觉醒了 把二张给搞死搞残了 但是这个地方有双买啊 香香跟那个左侧是可以很快的恢复过来的啊 这个地方睡一下二张 他给二张都买了 左侧一个清盘 这抽风抽的也还好 他害怕春华出意外啊 但是即使春华出意外 也应该是在放权回合 张盒是肯定搞死春华的 那么咱们这个地方有机会 赶紧放权巡英 输出两次左侧 哎这个时候怎么能放权和你啊 和你能打打左侧一刀吗 偷两张牌也打不了左侧一刀呀 你看如果刚才放权是巡忧 好拜拜 但小胖子有一点受不了了啊 没觉醒 然后写线比较低 这个时候把它拆掉是可以的啊 你说虽说张盒可以挪 但是张盒要挪的话 就意味着 就意味着香香已经行动过了 那些二代行动是可以搞死主天的啊 再加上孙策应该是内奸啊 我们不是内奸 和你不相类 这样搞是可以的 提着在此 谁与争锋 你有本事再来一个 可以啊 第一个都搞了 第二个没啥都搞了 好好 先把子供给恢复过来 孙策要是内奸你就砍巡忧一刀啊 没有人说你 直接砍 这个地方香香可能卡了啊 应该不是说 不是说不知道杀左侧配合的问题 肯定是卡了 就算是再不配合 乐不至于说 哦 蓝蓝蓝键随意开 哥哥表示毫无压力 你开再多哥哥的 开得越多哥哥越喜欢 是吧 当然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左侧开局化身武圣 不要以为关羽是飙风的武将 就觉得怎么怎么样 事实上 武圣对于左侧的意义非常大 是一个非常好的化身 真的是这样的啊 但是单武圣的话 可能在军阵场跟不上节奏 但是左侧的武圣 那绝对是好东西啊 他这个地方就直接亮出了武圣来清场 这王爷的话 数一下他的牌 两个都是桃的话 咱们还可以再需要两刀啊 直接砍 死的砍就行了 这个的话 流氓一个白银 这个地方继续砍两刀 流氓就已经死了 这个地方还能砍两刀 流氓手上 他们加起来也没有一个桃啊 所以说是 不知道为什么停止了 没敌啊 这一轮运气好的话 就可以把寻忧也顺便打残 流氓是必死无疑啊 两个派出品 两个服役马 这个地方他选择了二章 我记得他有个孙权了啊 可以考虑一辆孙权 大之痕一般败谱 这个地方帷幕也没有挡住 觉得挺悲剧的 江维也是一个不错的化身 但是估计在乎于不到 这其他的化身挺挺逆的 大勇若切 大聚如银 这个地方自痕 对 自痕 一定要自痕 你自痕这么多牌 你留一个火杀 也还可以啊 万一断杀了 反正这个地方 敌人一线嘛 能搞死人再说 因为打死内奸又不摸牌 所以就先自痕了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地方 看主攻会不会被推 这个时候主攻别醒 不行的话 怂一点摸牌 对 然后再过牌 也是过四章 很有血 还是可以的 来 大聚恒 对 一个都不要留啊 减一加一 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候肯定是大聚恒 桃子only 然后就是一些锦囊 桃子加锦囊 比如说来一些锦囊 破坏流氓的手牌 破坏流氓的武器 都是可以的 这个地方可以考虑继续大聚恒 这还出了小胖子 好吧没有机会自痕了 然后这是犀利祖宗配合搞定全场 但是不知道中庭是谁 孙权 哎小胖 哎那孙权我们来选也可以啊 就选孙权 在这个选将列表里面只有孙权啊 这个小胖子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远位的姜维 诸葛科 然后二章 二章是中反 都是需要关注的 因为当反贼的话有点难受 当忠诚的话 可以期待一下 毕竟可以解决主公多弃一张牌的问题 他主公是盲放权了远位的姜维 你还可以 我没动 哎铁锁怎么能直接丢啊 哦我知道了 他这个地方要心舞这个黑牌 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坤 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杀 本期录像的主题是中程 看到没只有三个 所以说我基本上没得选择 也没办法他们审核那边的话 也是按照需求来的 比如说每一周 可能只用这么多忠诚 那就只有这么多 基本上很少有充足啊 那就悲剧 那就他们发啥 我放啥 我没得选择 所以说关于录像问题 都不要问我啊 我不负责任了啊 这是关羽和二章 那么这个地方可以无脑不振 因为你可以跳出来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直剑 那么铁锁的话 选择了重铸 也还好 得这个八卦给刺激啊 主公的话 那么多牌是吧 第一轮那么多牌 铁主位已经有一个中程了 所以主公面临被推的可能性很低啊 反而你更容易被推啊 那么小娘子的话 应该说在中会局是非常偏反的啊 当然偏反不代表他是反 因为毕竟这个将过于强啊 所以说当忠诚也是没有问题的 偏反就是克主公那个牌多嘛 那么这个地方小娘子跳了一个反贼 选择了给王毅录牌 但这个地方咱们扫描全场啊 从刘表开始所有人都是中内面啊 所以说布电师他这个地方说了一句神级的话 找不到一个像反贼的 我好像也没找到啊 都是中内 那么远位的观音频强势跳中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远位的流氓到底跳不跳中 远位的流氓是反贼啊 神游也是很中一种啊 别人对他的印象就是蓝蓝万剑 你说忠会喜欢蓝蓝万剑吗 喜欢忠会怕蓝蓝万剑吧 不怕 所以说他偏中 他这个地方是动了一下八回位 相当于是没动 没跳就是没跳啊 我一般是遵循这个原则 没跳就是不飙 因为到时候再飙也不迟嘛 你心里记住他干了啥事就行了 这个牌的话应该说 还貌似咱们是开局有五胜啊 那么这么多杀的话 还是挺犀利的 卖了一个假取真机 那么咱们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牌的话可以考虑去推步练尸 可以考虑真机落神 或者是五胜 或者是完杀 刚刚卖到的完杀 那这个地方选择了完杀 那么五胜的话确实没啥用啊 这全部都是这个 本来都是杀 所以说选择了完杀 但是如果真机的话 其实真机平均摸牌就是比别人多摸一张啊 那么这一张是杀的几率 摸到的话是杀的几率还是比普通的比一般要高一点 所以说你真机的话最多摸一张杀啊 所以说还是玩杀给你一点 好 这个小妞的话也是强势打出了输出 还不错 咱们这个佐持这个地方呀是很犀利的啊 他几个化身我看都不错 五胜跟那个二张都不错的 这个地方又来个孙权 那我觉得刘表可能又差不多了 赶紧赶紧都捡起来 哪怕是再费的牌都捡起来 哇塞 这群用强势跳钟啊 那就使劲的开呗 哎五中开出来 哇两难难啊 这个地方给二张送出去 他刚才的制衡 他是留下了蓝蛮啊 没有舍得什么其他的牌 如果你要留的话 留一个无蟹也是可以的啊 但是杀伞就不要留了 一个都不留 你会重新洗出来的 这个地方激将啊 如果将为首餐的话自己杀 也是可能的啊 也算是激将来下 看到杀谁也只能杀姜维啊 因为大小乔有流泥 那边有八卦加那个 那咱们现在就试试挑软的捏 就把姜维给打下去 就算姜维是内奸的话 哇靠 这个闪电被雷了 要不然的话要方便很多 就算姜维是内奸的话 咱们这边也是很强势的啊 两大忠诚在旁边保着主攻 但是这个孙权一下子少了3滴血 感觉还是不爽啊 拆一下嘛 喝喝喝喝喝喝了吧 你如果把那个姜维的南蛮杀给拆掉的话 姜维现在就死了 我要省个拆 等下一会可能要去拆武器啊 或者是直接扔给二张 他也是没扔给二张 也没拆武器 好吧下回头再拆吧 这地方小心诸葛克 诸葛克不过还好 他的武器比较短 即使砸的话 也是最多把二张给砸死 给孙权 好一拆一戒刀 空了以后就杀一刀 咱们下回合再接着杀 这地方直接给二张砌牌了 还要死了 我还以为下回合 再杀一刀 然后直接再制衡 连续制衡两次挺爽的 并且有二张在 手牌多少可以比正常情况要多一点 本来四血孙权跟五血孙权的强度不一样 虽说在孙权局小胖子当中可以 毕竟无脑放权孙权没有问题 然后在小胖子局孙权当中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还是觉得孙权主小胖子中要给力一点 毕竟孙权有时候五血和四血不一样 然后是巡忧中十二七侧驻小胖主破 哎呀不能再练了 再练的话中反都出来了 小胖主没有问题 巡忧呢 哇有福皇后不选选巡忧啊 这测试服的屌丝 测试服啊 因为我知道福皇后现在应该还没有上线 还没有登陆正式服啊 不过他没有上线 那这个地方 他铁锁的话看能不能忙联啊 是忙了那个张河跟春华 这个地方先把该用力用了 早死不做事就不会死 你说这个地方你先挂帐巴干啥呢 你居然决斗你就去决斗春华呗 然后你吃个桃帐巴不就可以齐策了吗 所以说黑牌他就不能用 就把铁锁给丢了 这是为了技能有时候要有代价 这个地方又是挑衅一下 刁蝉是强势跳出了一个大反对 那么他决斗这个地方好牛善一张杀 还不如好孙权一张杀 因为他决斗谁都是一闸脚 他甚至可以怂一点决斗下一轮再用 毕竟是核心的武将 为什么要拿自己一个桃去换敌人一张杀呢 刘善是明杀啊 二张固贞的明杀 且不说二张固贞的明杀 刘善弃杀放权 手上就是有杀啊 嗯 搞他 斧子扎他 要扎的话其实二张挺伤的啊 那么二张是忠诚的话 这个地方要好打一点 毕竟刘善不怕了 可以该放权就无脑放权都行 哪怕你无脑放权升权 赶紧赶紧升权 一戒 清平圣父做主 容我三思 他这个地方是连弩复一在手 要去推那个曹冲 这个地方大桥有琉尼啊 你是推不了的啊 诸葛克是有八卦奥材啊 你也推不了啊 所以说只能去推曹冲 但如果大小桥的话 他是没有获得新武 就是一个白板的话 你也可以去推大小桥啊 那你杀比较多的时候 因为推曹冲多少 人家还可以称相吧 推大小桥就 谁容易就推谁 这个地方还有一回合 他是连弩就去掉了 你还可以 这时候两大忠诚围着主攻啊 打稳 要连弩做什么 我就恢复 全部自衡找恢复 或者说是其他的牌 下一回会进攻 连弩的话又能干啥呢 是吧 这个地方肯定不跟他拼 哇 这一下子 万师傅砸一张沙闪出去 二张很富有的样子 这个地方 我供一下貂蚕 就这牌还把斧子把沙砸出去 没有沙就不要给我堵 你就把沙留着 然后挑衅你就杀一下姜维 你压姜维一血干啥呢 我一会拿我那个灌石斧 那个沙去跟斧子配合斧子去压貂蚕 你写不好了 咦 这灌现在有天香啊 那么前几回合啊 咱们是怒扔了很多 那个叫什么 桃子 然后有不振 还好 现在的话好像桃子突然没有了 感觉有点空心感觉 那么二张这回合就起 应该是压力不大 但是我估计二张也没有多少桃了 最多就还有两个而已 看这个地方把斧子调掉了 调手拍 这也是反叠啊 那么他们远位有一个反有一个泪啊 基本上好像看不出来 全反叠 他这个地方是由于二张这回合有很多的牌啊 那二张先瞪起来 可以的 就这样啊 不是可以的 搞死了吗 搞死了吗 基本上死了 二张搞不死咱们还有孙权 好 一刀解决 然后来个大之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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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